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節嘉賓請Anno和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Anno, 你好 我們先聽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吳小姐 吳小姐, 你好 兩位主持早晨 Hello,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5號和2318 好啊, 兩隻有沒有貨呢 有啊, 我在48元買了12股, 很少而已 我知道他應該明天隨靜 現在我是由他等他等收息 還是不等 因為... 上回50元 因為收息可能多一點 如果我不等他收息可能多一點 但是收息可能會不會財息兼收 我不知道, 請問 好啊, 明白 我們先解答5號的股票問題 見到匯控今天股價靠穩 升1.2% 現在做50.7% 做上50元 明天就隨靜 吳小姐都關心 是否應該等息 還是現在賺了價錢就先走了 48元有少許 你說有沒有機會財息兼收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有機會 但是你說機會性 或者機會率不是非常之大 但是你說隨靜這個因素 我覺得不是太需要關注 始終說第一方面 匯豐又不會有特別息 或者未來可能有機會公股等等的風險 所以你說隨靜這個因素 短期來講再多拿一陣貨 面對著的風險 都是他們本身現有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因為現階段特別看到市況 開始有些轉好的跡象 匯豐我覺得有條件繼續拿著 不過說要上回到60元這些位置 都會相對地比較困難 所以短期來說 這些位置可以先拿著 但是後面來說 如果升多一成 我覺得升多一成左右 就可以估出離場 好啊 那就等多一會 好啊 升多一成就是五下 始終隨靜之後 價位不同了 所以現階段的價格 來計算 再升多一成 升幅左右 就可以估出離場 好啊 23100呢 有沒有貨的 23100 我在33.1左右 買入了不太多 不知道這次上網 是可以看到什麼價位呢 吳小姐全部都好位賣 我高的一些不說 好啊 平保今天34.25元 今天反彈是3% 可以上網多少呢 平保 其實你說這些中資金融股 如果出現反彈的話 幅度都可能會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說匯控都有機會升一成 然後市況真的配合的話 你說這些平保 這些相關的內險股 反彈兩成左右 我覺得都有機會發生 但是你說 始終論基本因素 我覺得你說內險股 那個情況 就相對地 不是太理想 特別說 今年A股表現得相對 比較疲弱的情況下 即使你公佈的業績 不算太差也好 今年第一季 他們的業績是怎樣 這方面來說 我自己都比較擔心 所以你說 一些中資金融股當中 你說內險股 我自己這個看法 都其實看得比較審實 所以可不可以駁回一兩成的升幅 在這方面 有個保留在這 不過我想你看到的 近期來說 特別在內地方面 有些相關比較多的利好政策 所以暫時來說 內險股 我覺得平保 有條件 繼續拿著 後市的目標 我覺得都有條件 看回到36、37元 這些位置 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股票問題 有的有的 我想問 222今早 我在10.044都買了貨 嗯 那不知上網它在什麼位置呢 嗯 好啊 10.044買入 見到現在都已經有些稅位 10.048 見到今天 港股也有個強勢的反彈 現在都升超過500點 相望幾多 222 內地股市也是有個好轉 你看回到 近期來說 的確內地股市的勢頭 做得相對地比較好一點 你說這一種的A股ETF 南方A50 當然會有條件做好一點 但是其實A股方面 整體而言 到的反彈幅度 暫時來說都不是太大 我想最關鍵還是看回到 在兩會這段期間 有沒有更加多的利好消息 出到來 因為你說昨天 你說一些降準相關的消息 刺激作用就真的不是很大 不過你說降準這個動作 都令到市場覺得 未來來來說 會有更加多的措施出到來 因為你說單靠降準 只是單靠放寬銀金 很難說會帶動經濟 大家都相信 最終都是要配合一些 財政政策出來才能夠幫助到 所以有沒有這些財政政策出來 或者這些財政政策 的刺激作用有多大 是非常之關鍵的 但我覺得跌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這一種的A股ETF上面 是有條件做好一點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回 如果你看回技術走勢上面 近期的股價都從越了十天二十天線 你又看到短線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十個八這些位置 我覺得這些位置如果有貨的話 可以繼續向上看 如果能夠穿十個八這些阻力位 我覺得可以後退股價 升到大約十一個半這些位置 才考慮股出獲 好啊 多謝薇小姐你的查詢 我們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張小姐的 張小姐你好啊 我剛才回答了 我想全是700和1299 好啊 700先吧 700有沒有貨呢 700有貨 不過一手是134 一手是144 這些價格 如果這個樓可否去到150或以上呢 好啊 明白 1299便是45元 好啊 我們先回答700先吧 好啊 看到騰訊股價今天都升幅2% 147元 今早這個價格都裂口高開 重上100天線 之前跟其他分析員都說過 他們就說100天線可能會看到支持 阿羅你看看 下個星期都會 即稍後時間都會公佈騰訊業績 會不會都看高一線 騰訊業績 我自己都覺得不會太過差 雖然是說內地的經濟第四季 有個明顯轉差的跡象 當然如果一旦經濟轉差 可能都會影響到 可能這些網上視頻 廣告收益那一方面的表現 但事實上我相信 始終說現階段特別內地方面 廣告視頻都是一個大趨勢 始終說騰訊這隻股份是有條件 亦可以給經濟表現得相對地比較強 我覺得會不會有急劇放緩的跡象 又未必會發生 如果你看到公司仍然保持著 一個很強勁的增長勢頭 當然會有條件吸引資金 再追碰這隻股份 我覺得這些位置 都值得再接駁著 繼續拿著向上望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快要有機會出現突破的現象 其實見到騰訊的股價 都開始形成了一個箱底的形態 如果突破148元這些位置 整個箱底的形態 就能夠初步確認 所以現階段只要視況配合 一些 騰訊的股價升更多 技術走勢 有一個向上突破的跡象 如果突破148元這些位置 目標不單只只看150元 152元這些水平 從量度升幅去看 升完箱底的底部 大約是133元這些位置 頂線為148元 量度升幅去看 升穿148元之後 可以上望15元左右 這些上網空間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見到股價 突破148元這些位置 終期後市的目標 看160元這些位置也可以 張小姐應該很開心 可以看160元 另外1299 是不是都有貨 是的 多少錢買入呢 45 45 是的 都是想問問 可否何時回到家鄉 或者上網多少 是的 1299 看到今天的股價 都有大幅上升 升超過4% 在做42.055 早前公佈了業績 其實大行是長好的 阿努看看股價可否重上 張小姐買入價45元 或者上網更多的空間 我覺得友邦 其實你說業績上的意義 不是太大 因為你說業績本身不算太差 都可以說市場預期之內 其實現階段對友邦最關注 都是說之前說的 好像說限制銀聯卡的一些限制等等 究竟對他們來說 特別說今年的第一季 或者上半年來講 構成幾大的衝擊 這方面是有待觀察的 但是你說事實上 之前消息出來之後 市場反應是非常之負面 但是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在這裡 這些位置我覺得都不妨開觀望多賤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看見股價近期來說 反彈力度表現不錯 你說有沒有機會試回45元這些位置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短期後市來說 都可以繼續駁回反彈 短線阻力位50天線 都有機會突破 現階段都挑戰50天線 42.4左這些位置 我覺得後市來說 只要股價能夠站穩在41元以上 可以繼續拿著後市的目標 都可以看回44.5左這些位置 其實是的 早前他公佈了業績的時間 有幫保險的首席執行官 兼總裁杜嘉琦 在業績發布的時候披露 有幫保險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內地 是來香港去買的保險 其中用銀聯大額支付的比重很小 所以銀聯的境外拆卡 買保險5000美元的下額措施 對公司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如果按照有幫保險所有的有效保單 2015年香港本地客戶佔比達到九成 如果張小姐是覺得她所說的 是屬實的話 也可以繼續持有 就像阿奴所說 看回41元樓上這個位置 如果是在這個樓上位置的話 可以繼續持有 張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嗎 我想問2669 我要價為高賣 0.99賣 有沒有機會翻價 好啊 2669 中海物業現在做0.91 最新升幅超過3% 不好意思 我聽不到你說的 問哪隻股票 2669 中海物業 短期來講 其實都見到一眾的內房股 或者這些相關的股份 近期來講 是有個炒作在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從個投票走勢上看 近期股價都從越了十天二十天線 勢頭是好一點點的 現階段下一個阻力位 會上回到一元這些水平 但我覺得你說要突破五十天線 看個勢頭就未必那麼容易 不過你說股價之前跌了那麼多 從技術指標上面看回等等 都開始見到有些超賣反彈的跡象在 我想你看到RSI都從上回到五十水平流上 都反映下跌動力都開始改善 甚至後市來講 有機會升上不少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繼續持續 可以抗股價升到九毫子流上 即大約是接近 即大約是九號九座這些位置 才去股出來場 即應該上得九毫九 不用擔心了 張小姐多謝你的查詢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跟Arno做回申報 剛才講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有沒有持有 有些珍珠 回來有多折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跟大家見面